這個城鎮呢 它的樣子就是美洲豪華 所以它是它的首都 美洲豪華 美洲豪華 不好意思 1972年以後呢 八川古代 這個 國王呢 都改變他們的姓 他會變成姓 太陽 夜亮 星星 閃電 還有彩虹 都是他們的神 所以我們進去的時候 等一下會 太陽神殿 還有那個夜亮的殿 還有那個星星的殿 不一樣的因子 那以前為什麼那麼高檔 上面呢 都是圖滿的建 一直到黑色這一部分 都是印加岩來建 它的建得非常完整 它那個石頭跟石頭 是用卡榫卡住的 所以 經過很多地震 都一直很完好 都沒有問題 然後他們這個是因為 侍奉 祭祀神的 所以他們用最高檔的東西來祭祀神 所以 都是用金 跟銀 整個都布滿金跟銀來布置 而且他們以前都 擺很多的金跟銀 然後現在 前面的廣場呢 就是他們以前的花眼 前面的廣場是它花眼 什麼時候知道破壞呢 就 1534年 西班牙的披薩樓 披薩樓 在1534年到這邊 然後 1536年的時候 它就征服了 他們最後一個國王 控制的地方 那照一下照片 那個 UNISCOP 標誌在這裡 然後它上面建的教堂 你知道 我知道 Kanto 是他們的國花 國花 對 國花 Kanto K-A-N-T-U N-T-U 是他們的國花 這個 這邊很多蜂鳥 就會這樣 升進去 對 裡面甜甜的吧 對 叫世界的中心 也叫肚臍眼 他們的中心 就是肚臍 就是肚臍 肚臍眼 肚臍 他們認為 肚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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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是整個肚臍 然後這個宗廟呢 它等下還會 魂會躲到那個山上 肚臍中的肚臍 世界的中心 不是這裡 這也是那個 等一下 它這個是個最重要的 什麼意思 從西班牙來 這是印加 西班牙 這是印加的 這是印加最重要的建築 所以它用最好的工藝來建 我們現在看到印加的 這個建築有沒有 就是下面那個 整排 等下我們過去 整排那個石頭那邊 那石頭接縫呢 是非常的緊密 用刀片也是差不進去 印加人民呢 因為他們沒有文字 所以用圖形來表達出來 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信仰 按照這個表現 印加人相信只有一天 所以根據這個文可以了解 印加只剩一個神 這是一個 這個神的名字 這個神的名字 不是這個神 這個神的名字 這個神的名字 Apu Kon Tiki Iyatekse Pachayachachi Wirakuchan OK 大家注意聽到 這是他們送信仰唯一的神 神的名字叫什麼呢 Apu Kon Tiki Iyatekse Pachayachachi Wirakuchan 神的左邊呢 左邊有沒有看到 他是個太陽 右邊呢 代表是月亮 所以太陽 月亮 都很重要 然後最重要的 是西方的 西方的 西方的 西方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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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四個區域 剛剛在介紹四個區域 在哪裏 就是教會的最重要的地方 肚臍代表世界的重心 四個環境和宇宙的四個元素 火、水、地球、地球 說到的 四個重要的因素 一個是火 上面是火 水 空氣 地球 土地 金和皇后 國王跟皇后 媽媽 山 水 水 水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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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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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ps, or storehouses. Crups,整個動線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 這個 三個路線 1,2,3 1,2,3 1,2,3 Cuzco 四個路線 上面 西方 中間 現代 靈體 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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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